現在大家觀望今晚的通脹數據 大家預期大概在明年春季就會加息 其實Alex 你覺得在這個時間 怎樣加息的機會大不大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整體通脹的數據裡面 我覺得仍然都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或者是不作準的 我覺得大家就 例如說因為剛好聯署局局長 也都改變了自己的看法180度的轉變 其實我自己覺得他這一種180度的轉變 未必說他會看到一些很劇烈的問題 因為其實盡自己責任看回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有什麼的跟隨可以轉變 都是這麼劇烈的 所以我覺得聯署局局長 他突然間轉了這個態度 他只不過是以防萬一 是防這個Omicron的病毒 如果是就是說太過厲害的話 那令到那些供應鏈 或者電源供應有問題的 從而是令到那個通脹再度失控 那如果他太後才去180度轉變 那可能對於市場那個失信度 就可能更加的猛烈 那到時的市場回調的力度會更加大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不如早點是認錯了 就是所謂認錯了 令市場是等一段 這樣就可能會緩衝回好一點點 那我們最近都會看到 Omicron的病毒似乎發展了一段時間 無論在感染的那個角度 或者在一些疫苗公司的那個角度 都似乎都覺得不是一個 是不可以去解決的這個病毒 就是覺得有一定的水準 不是相當中那麼嚴重的 那所以其實隨時通 分分鐘其實那個劇本是 報過幾個月之後 他突然間又跟你說 那個通脹有機會都輸滿了 這樣都不出奇的 這個就是說那個劇本 有可能是彈出彈入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是根據聯儲局 是突然間是轉了軚 又是突然間是100% 是100%去信任他那邊的話 可能其實那個投資 隨時被人做一巴 又一巴都不理我 所以我會覺得 與其太狂商通脹 是作為一個one and only one 影響所有股票的factor 那其實不如你細心些研究 那些股票可能泡沫比較大 或者那些是一個很堅實的股票 那其實回套得差不多 反正那些人都是買上去的 譬如好像剛才蘋果公司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見到成長股是大跌的 就是Apple 就是overall來講都可以創新高 甚至更高 是沒有Omicron病毒之前的情況 就算是有這個供應鏈 阻礙都無阻礙會上升 那最強勢的股票 始終來講都是會上升的 到最後 那對我講了這麼多 以後得真信大家看到就是 第一 不要太相信聯儲局那個 就是所謂堅實的判斷 而第二就是分析 股票自己的本身會好一點 我可以說到這個供應鏈